黄金体验镇魂曲为什么没有复活布加拉提和小飞机 很多粉丝都认为黄镇是有能力让布加拉提等人复活的 我们都知道黄镇是目前周周最强的替身 他的能力甚至可以强行让迪亚波罗的时间删除回到了一切的切点 要知道当时迪亚波罗可是真的飞越了时间 也就是说黄镇强行让时间倒流回到了十几秒前的世界 严格来说黄镇打破了两个原本无法改变的事实 穆志明看到的是真实的未来 飞红之王飞越的是真实的时间 这两种都可以称之为命运 黄镇强行改变了命运的结果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推论的话 黄镇是可以强行复活死去的布加拉提和小飞机的 从事后乔鲁诺表情 是可以看出荣荣其实是有尝试让布姐他们复活 只不过被布加拉提的灵魂阻止了 所以很多粉丝说只要让黄金体验镇魂曲抹除掉布加拉提等人死去的事实 让一切回到原本的起点 那么布姐就能够复活 不过在我看来 黄镇的能力并无法让布加拉提复活 因为她的能力是让一切无法到达真实 荣荣的能力其实可以拆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无法抵达死亡的真实 这是一种攻击的手段 乔鲁诺将迪亚波罗一顿目大后 老板就陷入了不会停止的死亡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迪亚波罗会体验无数的死亡 但每当即将死去时又会开始新的循环 所以严格来说老板不仅没死 而且还活得好好的 这个能力很可能是需要直接殴打才能触发 不然的话荣荣丢的那个石头 就可以让迪亚波罗陷入循环了 然后就是强行逆转了迪亚波罗时间删除的能力 我认为这个能力是一种反伤 就是任何会对乔鲁诺造成威胁的攻击都会被无效化 也就是直接回到万物的起点 但荣荣本身对这个能力并不清楚 很可能只有黄震才能发动 在黄震察觉到危险后 就会自动触发能力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木志明没有看到这个结果的原因 虽然黄震可以强行让时间回到了过去 但这个能力依然有限制 比如黄震无法主动使用 迪亚波罗的这次删除没有包含不解的死亡 黄震的能力自然无法干涉 另一个可能就是黄震的能力无法覆盖自己的诞生 不解其实在黄震诞生前就已经死去了 如果覆盖这个过程的话 可能黄震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荣荣是无法让不解他们复活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